我覺得高宏安上政論節目直接幫自己辯護 我覺得是是不聰明的 為什麼是不聰明的 因為他現在是被起訴 被起訴其實你如果有證據 你盡量提供給你的律師 在法庭上來做公訪 如果你把這一些 你知道的資訊全部在電視上揭露 其實對個人來講 對他這個當事來講 不是一件很妥當的事 而且呢當事人不只你一個人 還有助理 還有還有四個助理 這四個助理的立場跟高宏安是一致的呢 還是對立的 我覺得高宏安去釐清 他現在都是假設 因為後來在主持人問他一個 就是說你跟助理平常的相處如何 我們也有助理啊 我們也有助理 如果相處好我們都很融洽 大家都很挺我 他不是我相處算正常 我們相處叫正常 什麼叫正常就是沒有那麼好 真的真的我們都有助理嘛 助理相處好 好啊我們都兄弟啊 都是自己人 搞得不得了什麼話都能說 你跟你相助理相處如何 算正常 這正常就不正常嘛 這正常就不正常嘛 哪有人講說我們關係叫正常 所以就是說他跟他助理之間 其實在法庭上是對立的 是對立的 然後你在法庭 你在這個政論節目裡面 公開把你這些事情揭露以後 其實你是告訴你助理一些資訊 因為張軍剛講到這裏 就想到因為包括在我們節目裡面 你也看到有一些媒體人 因為他的助理妹也有從媒體人出身的 那跟媒體人之間大家說實話一定是有一些交情 所以你會看到有很多訊息當年當媒體人能夠具細迷的 可以講出很多東西的時候 一定不是他們自己知道什麼嘛 一定是那些助理跟他們講 而到了現在還在講這些 某種程度是不是助理心裡面還是覺得有一些話要講 這當然因為我一直在說 現在問題不在於人頭的問題 問題是在福報 不管是助理費還是加班費 問題出在福報 那什麼叫福報 就是我沒有做這個事 你硬幫我報了這麼多錢 那一般有良心的助理說這個錢我不領 這個錢我不能領 領了犯法嘛 我詐騙國家的這個預算嘛 那可是助理說那我繳出去了 我繳出去了 這個責任應該是在立委 或者是在議員 那可是現在發現繳出去之後 我也有問題 是共同詐領 所以說這些助理跳出來要做自清 要做清白 所以為什麼檢察官希望都能判助理緩刑 就這四個都希望他緩刑 因為他提出了具體的 只有一個三個 三個緩刑 一個就是聽到底 一個就被起訴了 所以就是說這三個助理跟高桓安之間 就是對立的 那他們高桓安講出這麼多事情 這些助理會不會 不斷的提出反證 那等於說你一張嘴 人家三張嘴 人家三張嘴 你一個證明 人家三個證明 是跟你來做攻防 那麼這個時候其實包含了民眾黨 現在民眾黨對高桓安的 護航的立場 我覺得降低了 降低的非常多 不像第一時間 那是拚了命的挺到底 為什麼 因為說朱立倫 因為朱立倫挺了 拚了命的是朱立倫 對 因為他們看到朱立倫拚了命的挺 所以他們也要挺 郭台銘也挺 民眾黨不挺不行 可是現在發現不行了 要降低一點 因為有損害管制 你有感覺到他們 他們在做損害 柯文哲 柯正營第一時間看到朱立倫 這樣挺的時候 民眾黨嚇到 不能不挺 不能不挺 把民眾黨給嚇壞了 而且郭董闖第二個 對 然後柯文哲是下午才發出聲明的 對 然後 而且柯文哲講 很信苗戴險 他就說 這個其實他沒有那個意圖 沒有意圖 雖然有類似事實 可是他沒有那個意圖 就是無意犯過 無意犯過也是過 所以才說民眾黨 目前要慢慢的把這個切割開 也就是說這件事情 對於民眾黨 柯文哲的選情造成的影響 那柯文哲當然會淡化他 他不會立刻切 柯文哲處理這件事情 都不會立刻切割 慢慢淡化 你現在看到柯文哲 跟黃國昌綁在一起嗎 還看到柯文哲 跟陳志漢綁在一起嗎 他沒有切割 慢慢淡化 跟高雄安也會如此 那可是第一個跳出來挺的 這個朱立倫 其實就 就讓金虎松不太舒服了 就是這是侯友宜可以得分的 侯友宜給大家的觀念是什麼 鐵漢 執法 警探 鐵漢執法 絕不跟 蕭小妥協 那高雄安這個是 是算不算是侯友宜長期以來 他奮鬥人生的對象 我專門抓蕭小 不管他對或不對 只要檢察官說的 我奉命 所以他講過很多次啊 我是服從檢察官給予我的搜索令 服從檢察官給我的命令 那他對於這個高雄安這個事情 侯友宜講的很有藝術喔 我希望還給當事人一個公道 他沒有說高雄安 而且當事人 那個當事人沒點名是誰 因為當事人有好幾個 也許是助理的公道 有助理加高雄安嘛 那這當事人也包含了助理 所以侯友宜講的非常的寬鬆 他不像助理人直接點名說 我們一起幫高雄安加油 要還給高雄安一個清白 這就表示說我挺你 所以說侯友宜回答的很有藝術 但是如果侯友宜能夠講的 他反個方向講 不要講當事人 他說我們幫中華民國的司法加油 我們為檢察官加油 誤往誤縱我們挺到底 哇那完全不一樣 說不定他這麼一講 侯友宜的支持度 會比現在跟客人拉得更遠喔 所以才說金武松不高興的原因 是在這裡說你幹嘛跟他綁在一起 這根本跟國民黨沒有關係嘛 而且況且你說林根仁沒有支持者嗎 當時高雄安當選的時候 有沒有一群國民黨覺得說 你們怎麼這樣子 太沒出息了 這群人你要喚起他對於國民黨的支持 跟核心價值 你必須要有勇氣 而且你現在已經領先了嘛 已經領先了1.8了嘛 當然要拉大領先 你才有勝算嘛 對他到8.1 那追到賴慶德 那個車尾 耳朵已經感受到侯友宜的呼氣聲了 那才有威脅程度嘛 所以我才說現在不要想著妥協 所以我才說 那個喝咖啡的問題喔 喝咖啡的問題 我覺得侯友宜倒可以反過來一招啦 就是說好啊我願意喝 我請郭董跟柯文哲到我侯伴來喝 我準備好上好的咖啡 表示我整合的決心 你不要去否定 也不要說我三次拜訪而不得其門而入 我反而來邀你啊 你要我邀你啊 看誰先發邀請函啊 現在郭台銘只是口頭發出來嘛 侯伴邀請函送到郭台銘那邊去 送到柯文哲那邊去 直接送邀請函 這樣才可以奪得先機 奇怪我們每個人講的都是邀請派 我聽起來都像戰書 覺得是像戰書的感覺 可是大家口頭上都說要折合 都說要談 但一芳我們剛剛講 包括助理 你說跟高環接 當高環昨天在媒體訪問的時候 某種程度 他有兩個層面嘛 一個是將軍剛剛講到 在法律層面 這些到底該怎麼辦 但大家更關心的 另外一個是高環某種程度 昨天訪問是不是把這整個 在政治層面上面 已經定了一個調 他就這樣 所以為什麼你說各陣營在野各陣營 每個人都要鋪進去 大家都是要搶那個 在政治上的紅利嗎 巧琴又有被點名 對對又被點名 感謝 感謝 感謝名單中 某種程度上面 朱立倫的想法 還是藍白河的基調 還是藍白河的基調 但是大家都在這件事情上面 去講一個政治上的問題 就是對抗綠營去操作司法 當然這是出發點 不然這個案子 如果不是要對抗綠營操作司法 那何來的政治追殺之說呢 因為紫正黨是民進黨嘛 當然他們都很刻意的忽略本案 本案裡面的實體 裡面的東西 難道沒有看過那個帳冊嗎 媒體都登過啊 那個小兔給的更細啊 那帳冊沒看過嘛 那個加班的那個文件 簽出來的沒看過嘛 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嘛 那這個案子就變成了一個 郭台銘是老闆 民眾黨柯文哲是老闆 朱立倫在扮演假老闆 在Cosplay民眾黨黨主席嘛 Cosplay 對不對 真的是很像啊 他是第一時間跳出來的 對啊 柯文哲陣營還在研究 怎麼回應的時候被嚇到說 朱立倫怎麼這麼快 我們還在研領怎麼回應 朱立倫就回應了 而且回應的 哇比我們還狠 比我們還狠 沒有什麼空間 就是直接把這邊還要還清白 那你這樣下去就是很簡單一件事 大家都在搶一個 政治上的效應嘛 就是說朱立倫我想藍白河嘛 我藉著藉著高安裡面去對 柯文哲這一邊去釋出善意嘛 不管你柯文哲 當初你們民眾黨 當初打林之妙之所進退什麼 我都可以忘記了 林根仁算了 我踩著你肩膀借我踩一下 也可以啦 我也順便踩一下 你的肩膀借我踩一下 不要忘記哦 雖然高安安42%當選 林根仁也有18% 而且林根仁18% 講18%不行嘛 一定要計較那一點點17點多 你看那一個 那一個就是在那個氛圍裡面 敵死不從就是要投給林根仁 藍營 這個這麼堅真的藍營 今天你朱立倫是踩在他的肩膀上 你們的行為法裡面不是規定嗎 非黨籍候選人還規定你們不能隨便跟他們在一起 還要報備什麼一大堆一轉過頭來 啊主席你既然挺那個非黨籍總統候選人的 就是調阿卡新竹市長 哦參選不是候選人的都可以 哦哦只要他們不像柯P要選 所以高鴻安 不是 他們要參選這一次 柯P是要選 對啊 但是柯P民眾黨底下的市長被貪污之罪起訴 然後你跟小基說 哎你不能跟那個候選人在一起哦 你在一起的話我要處分你哦 然後轉過頭來說哎他的市長我可以挺他 這不是很奇怪的理論嗎 這不是很奇怪的理論嗎 那行為法要幹嘛啊 那行為法丟掉就好了嘛 所以一時就是說 我可以不挺柯P 柯P所有的樁腳出事我都可以挺 我沒有挺柯P啊 他所有的大樁腳我都可以挺 所有民眾黨裡面所有人我都可以挺 我參加的活動是他的樁腳舉辦的 我全部都可以挺 就是唯一就是我不要站在 站在柯文哲旁邊就好了 好這是很奇怪的理論